救護車開上國道 統聯客運停在路間 遠遠的就看到車頭前 一名男子不斷揮舞雙手 就是他們打得已已久 因為統聯駕駛在國道上 突然失去意識 車上乘客合理把他搬到路間 幾個人幫忙急救 直到警消接受 拍下這段影片的是 第一位上前了解司機狀況的乘客 他也是副大醫學系 五年級學生 司機大哥突然說身體不舒服 然後就把車子開機到路間 我就第一個上去關心他說 大哥你還好嗎 大哥沒有回應我 然後他那時候就四肢無力 好像快沒有意識的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說 大哥你OK嗎你OK嗎 然後大哥就開始嘔吐 他就把頭撞在那個喇叭上面 然後就很大聲 那其實很多人也都下來一起看 原來在中秋連假第三天晚上 林同學要返校了 補票搭上這班統聯客運 整支車子上路沒多久 司機先生就光播身體不舒服 努力把車停到路間 但下一刻他就倒下了 司機努力撐著保住車上31名乘客 統聯再派另一輛車來接駁 把乘客們載往台北 也很感謝司機 因為如果不是司機硬撐 今天大家也都不會那麼的安全 司機被送醫治療後救回一命 但現在昏迷指數還是只有三 醫院檢查駕駛的血栓指數高 大於兩萬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 採低溫療法治療中 而他用盡力氣保住乘客 大家也努力幫他集氣 希望能夠化現為夷 TVBS新聞黃國俊鴻采輪 台中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